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的外媒都在看台湾的国会改革 但奇怪的是金融时报突然就讲到了 立愿职权的修法是为中国对台渗透创造了可乘之机 那么还可以看到英国金融时报分析 它说在政治分歧的状况之下 台湾不仅要面临到更严重的政党对立 那么还会为中国对台渗透创造了一个机会 台湾与美国盟友的关系也可能会受到破坏 还说了一旦台湾主要武器供应来源就是美国 开始怀疑其交易机密没有办法获得保障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台湾的国防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现在他们还讲到了蓝白两党强推 国会扩权 经济学人说台湾民众担忧 立委会出卖给中国 怎么回事 他说报导指出国会扩权与中国友好的国民党 民众党推动 民众担心会不会被立委出卖给中国 甚至批评人士担忧 新法将被用于强迫官员 甚至流亡台湾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 揭露敏感资讯 这些资讯都会流向中国大陆 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 看完公务员藐视国会罪的民调 邮英龙说 这民进党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做出了一个民调里面 他就显示了 你看这个赞成的人士有57.5% 赞成这公务员藐视国会罪 那么不赞成的只有2.9% 没意见的是7.3% 不知道的6.1% 他说民进党站到现在不可能是赢家 总不能说国会无法加刑法都通过了 还振振有词的说 我们输了表决赢了民意 同时也赢了论述 这不可能啊 但我们但一来看到是两岸交流 现在是不是真的回不去了 那么当然了 民进党在克刚上面一直做改变 那么现在央视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报道一个新闻上热搜 他说台湾年轻人看得到中国的历史吗 民进党当局推行去中国话 中国史淡出台湾课本 所以就有一个同学被问到说 你们有读中国史吗 同学是怎么反应的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这种 Jewель beat 对啦 他就是跟你讲 他就一直组成分列对立 Tatty 你去改教育这件事情 本来就会让所有的年轻人 所有这一整个世代的人的价值观 還有意識形態都跟著 都被牽著鼻子走 如果去強加 就是把這樣子的價值 強加在所有人身上 而且還為此斷絕了 就是中國的源流的話 那我覺得這是最大惡疑 好 可以看到 其中有一段剛剛我們有看到 有個台灣的學生說 請問一下中國是是什麼 現在上了微博的熱搜 只不過現在大陸的動作 當然不斷了 5月30號到31號之間 在黃海舉行實彈軍演 中國的海事局聲明 將於30到31號在黃海北部 舉行了實彈軍事演習 演習期間禁止進入這個區域 沒有提到其他的細節 所以大家就很擔心了 是不是對台的軍演 上次是A 是不是背後還有B 還有C的後續呢 大陸國防部就說了 台獨挑釁 反制就推進一步 他說如今的台海局勢 確實有升溫 但解放軍始終是整個待旦 堅決會打掉一切形勢的 台獨分裂勢力 但美國現在的態度 是不是放話引戰呢 我們待會看到 美國印太司令指說 中國的演習幾乎是 入侵台灣的預演 他說在今天 在明天 在下個月 在明年 似乎都已經做好準備了 但是現在川普呢 他說如果大陸犯台 他一定會去轟炸北京 大陸國部就說 這已經是喪心病狂了 川普說呢 這個一定要保護台灣嘛 所以他們如果入侵台灣 就要轟炸北京 我們的國防部長怎麼說 去脈絡化的內容上 無法證實 他說沒有收到 川普演講的完整內容 不適合回應 在台海不斷的挑釁 恫嚇是中國 如果中國停止掃興呢 提出挑釁了 那麼台印 台海的印太區域和平 就能維持住了 但是現在大陸 是不是秀肌肉在備戰了呢 我們帶你來看到 東部戰區的微博 走五後轟6K飛行員 與美的軍機對峙說不怕死 我們先來帶你看看這段畫面 後來我們飛機出雲以後 發現我們飛機左側 他們離我們很近 他們在我們飛機左邊 50米左右 細節的東西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搖擺機 展示他們的武器掛斷 我們就是三個字 不怕死 就跟他們在空中進行较量 狹路相逢勇者勝 假如說哪天就要打 那我毫不猶豫地飛上 並且我信心滿滿地能夠贏 可以聽到他說 他就是不怕死這三個字 但是現在大陸是不是也在秀肌肉了呢 因為北上坐艦載機的訓練 福建艦意外同框了遼寧艦 網傳這個衛星照 是遼寧艦跟福建艦 在預設的近航區內做活動 兩艘航艦實際相距沒有很遠 距離也引發猜測 剛好滿足殲-15艦載機 開展跨甲版訓練的需求 那麼衛星照也秀出 055星艦下水052D在艦 那麼專家曝露了 現在大陸加緊造艦的盤算 中國海軍大連造船艦 已經讓第十艘的新型 055驅逐艦下水 還要逐手打造第六艘的 052D型的驅逐艦 那麼現在是不是備戰台海衝突了 但美國的衛星照圖像就說了 你看在海南島已經完成了 核潛艦基地的擴建 就是這張圖 海南島的榆林海軍基地 規模迅速擴大 有兩個大型碼頭正在加緊建造 擴增的還包括了 像是船屋 停機坪 機庫跟跑道等等 我們先來問一下永平姐 永平姐你怎麼看呢 尤其是現在 怎麼會突然出現金融時報 來評論台灣的國會改革 事實上不是只有金融時報跟Economist 在那個就是國會無法還沒有審查完的 最後一天的前戲 其實美國就有一個由政府支持的智庫的學者 他們就在外銷期刊上面就發表了一個 類似金融時報這樣的說法 結果當時我剛好跟我們國民黨之前也在工作過的一位黃奎博老師正在聊這個事情 黃老師他其實認識那個智庫也認識這個了解的背景 他就認為說這個就是民進黨這幾年花了很多錢 在跟這個英美人士做交往的時候那他們交往的目標就是隨時符合民進黨需求的一些新聞論述管道就餵給他們 那果不其然在那個事件發生那個事情聯合報也有報導 但是大家沒有做很多的討論 因為那天大家還在看說會不會打架 那個二讀會不會完成 那會不會通過等等 可是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 國際金融時報跟Economist的經濟學人雜誌 因為他們都是主力是英國的 那這裡頭記者是誰 這個習嘉玲 我相信在我旁邊的兩位專家都很認識 他是標標準準的綠油油 就是他一直在台灣 然後他就是一直跟民進黨的人 就是好朋友之間的密切活動 所以他從好幾年來 他所有的觀點都是沒有台灣民眾的觀點 沒有全民的觀點 沒有除民進黨以外的觀點 就是民進黨 簡單講我這樣說大家就更明白 大家都現在都知道民進黨的宣傳有多厲害 不是都說他有中央廚房嗎 對不對他一中央廚房出去 不管你議題是什麼 是不是事實幹嘛 他不是就開始做梗圖 開始帶風向嗎 那習嘉玲就屬於他們中央廚房 會位資料的一個外籍媒體記者 而只是因為他在的媒體 確實對英美的媒體影響很大 譬如說他先在 Financial Times寫了 那Economist他的朋友也很可能就是習嘉玲的朋友 也可能就得到這個事情 那他們所擔心跟假設的事情 如果按照美國國會的那種已經行之很多年的強勢的聽政權 確實有可能 譬如說你跟台灣有國防外交的合約 你是不是為什麼一直我們錢都給你了 然後你這個國防武器 為什麼一直沒有進來給台灣 到底出什麼事情 立法委員有沒有權去叫你把合約 你的怎麼執行的旗程叫你拿來看呢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的法律 或者美國的經驗確實是可以的 可是這也並不表示在野黨的民意代表 一定會去做這件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是涉及國防跟外交機密的問題的話 他也是開秘密會議 那這個藍白的立法委員 也不可能把這個資料公佈 那如果公佈了呢 我們台灣又不是沒有其他法律 來懲罰這樣的民意代表 第一個我們不是有 國家機密保護法嗎 不是還在吵說那個徐巧希那個 根本不是什麼國家機密的 現在也被外交部告嗎 那你以後如果是真的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怎麼可能讓這些 這些立法委員自己也知道 他是會去坐牢的 他怎麼會去處罰呢 那另外更不要講說 跟中國大陸的關聯 如果有的 你還可以用間諜法治他 還可以有反滲透法 你有一大堆的法律 那到底這些人在說什麼 美國可以有聽證權 調查權 英國的國會那麼強勢 然後偏偏台灣在 貿易時報跟經濟的來講 台灣就是次殖民地是不是 我們不可以自己有 我們讓我們的民意代表 國會有權是不是 我們只要一做這件事情 就表示我們去跟北京低頭 是不是 我覺得這些人已經太過分了 你已經失去了新聞記者 所謂無緬亡第四權的 獨立自主的精神 你根本就是綠油油 賴老師我們想要來問一下 這個對台軍演 是不是還有可能有B有C還有後續 那要根據賴清德之後怎麼演戲 賴清德如果繼續挑釁中國大陸 再繼續推這個兩國論的話 然後繼續再推台獨 那當然這個當然會有B也會有C也會有D 如果賴清德繼續在搞跟美國聯手 搞實質上的台獨 不是民意上台獨是實質上台獨 美國再有一堆國會議員 或是又透過駐外人員 再拉一堆歐洲的議員來的話 那我相信大陸的軍演就越來越接近了 這一次美國的議員來的時候 那個空軍已經 大陸解放軍的空軍已經進入了 這個22海里之內了 那這個就已經兩三分鐘都進入台北了 這個國防部也承認了 那也就是說現在解放軍 你每一次一搞台獨 然後就往內再走一點 你再搞就往內走 而且每一次都是以這個實戰 也就是說對於台灣實際上的 作戰的方式跟模式來進行 等於是賴清德一直提供給解放軍 把他的戰力一直提升 所以紐約時報認為說 賴清德提供給解放軍 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 讓他們能夠實際上 在台灣的戰場演練 這個我們把它稱之為戰爭的彩排 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辦一個大型活動的時候 一定要有彩排 所以要有走位 現在印太司令也承認 我當時在這邊評論裡面 我說這個就是一個彩排 這就是一個走位 現在這個印太司令 證明我們這種軍人出身的 軍校畢業生的 在國防大學教書教那麼多年的 我們的判斷基本上來講 這位小老弟他說老學長是對的 因為這個就是一種戰爭的序列 也就是一種彩排 可是我覺得美國的這位印太司令 講了大話 吹牛 而且吹過頭了 為什麼說吹牛呢 我們問一個問題 解放軍在台灣實戰演練的時候 請問你印太司令的 你的軍隊在哪裡 你的航母在哪裡 1996年的時候 導彈演習還沒有進入台灣的 這個空域跟海域實際上演練 而且只是導彈在台灣的四周的時候 美國坑林頓總統時代 還派兩個航母戰鬥群過來 現在已經貼了台灣的海域跟空域 直接在練打的時候 你美國的航母跑到哪裡 據說有一艘跑到南海去 那艘名字叫做雷根號 另外有一艘 航母過來要跟他做交班的 叫羅斯福號跑到哪裡 據說跑到新加坡 新加坡跟南海離台灣好像好遠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吹牛100分 但是要打實戰沒有這個本事 我再補充一下 英國的金融時報跟經濟學員 他們的分析 如果說他們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話 那英國的執政黨 他們在當時上來的時候 跟大陸是建立了黃金十年的計畫 那如果按照他的邏輯來說的話 那英國的執政黨也就是 英國自己的政府保守黨 他們本身被大陸滲透了嗎 如果按照這個道理來講 那只要跟大陸建立了黃金十年的 國家都是被大陸完全滲透的國家 所以你金融時報應該先罵你的執政黨 說你怎麼可以被大陸滲透 這個簡直是粉一所思 第二個 那假設四年後 那國民黨執政了 國民黨推出來的候選人 贏了賴清德 贏了執政了 民進黨變成在野黨 那請問一下 這個時候民進黨是不是變成 跟大陸滲透的一個政黨 因為他是在野黨 所以他會把國會的資料 都送給大陸 那不是按照他的邏輯 同樣一部法律 主客一位以後都變了 這個是什麼邏輯 厲害 是金融時報 果然是日本董事長 了不起 好 我們來問一下 楊老師你又是怎麼看 大陸最近是不是在秀肌肉 金融時報跟經濟學人 我必須要講我以前都還訂過 每次都很貴 不只是你 我們都訂 一年大概都要一萬多塊台幣以上 每個月都要大概上千塊的 因為他這個收費比較高 他自身認為他是跟經濟有關 他根本應該叫反中時報 仇中學人雜誌 對 真的 其實從頭到尾真的是如此 不只是那個 在台灣的這個 不知道多少年的 這個太上記者 他不是只是在接受資訊 他根本就是一個 就是主要製造這項方面的 就是中央廚房一部分 你看他寫的內容 他如今 金融時報的論文 社論 如今利益院過度擴張自身權力 有嗎 我們相較其他國家 比你英國的法院相關的規定 差多了 部分法案流於草率 存在被國民黨反對黨立委 用來做政治報復對手的風險 國會職權法 將導致台灣民主未來面臨危機 哇 好偉大 然後法案不僅引發黨派的對抗 也會破壞賴清德總統希望 統一口徑以應對中國施壓的計劃 他都有計劃了 都給他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國會改革法案 會破壞賴清德對抗中國的計劃 然後部分人士認為 上述修法已經達到了國會政變 這都是英國的一個報紙的社論 你可以相信嗎 我們有沒有自己的判斷 是不是 他們已經沒有自己的判斷了 簡單的說 從這些西方的媒體 到美國印太的司令 這印太司令講得更誇張 他說解放軍這次的軍演 是在彩排 是在演練 準備要打 但是如果真的打起來 我們美國的軍隊一定會勝利 他在旁邊鼓動支持兩岸的戰爭 可是就很奇怪 如果你真的冷靜來看這個情況 美國現在在這個區域 就只有日本這邊有軍隊 對不對 菲律賓那邊根本都不算 關島 你知道關島最近那個颱風 把整個關島一些設施 都給摧毀掉 那他們評估要多少 幾十億台幣的去恢復它 那這個關島的基地 怎麼會這麼不堪依颱風的轟擊 那更不要說你將來可能用為 作為這個所謂的 這個美軍的基地的擴大 所以美軍在這邊 事實上的第一島鏈 逐漸已經在摔落 如果他真的能夠打贏這場戰爭 你真的能夠相信他 那他不斷地在告訴我們 要全民國防 要成政戰 巷戰 各位 一定要了解 他們真的希望兩岸開戰 只有這個方式 能夠讓整個中國的發展 為之一頓 全西方的制裁 就像對俄羅斯制裁中國一樣 台灣當然在一番戰爭之後 面臨到了巷戰 城鎮戰 我們還存在什麼 克剛不克剛 是不是 我們要有智慧 不要受到這些 這個反中西方媒體的這種誤導 在旁邊鼓動戰爭